新鮮度十足的 那么今天宏达电的第一款平板电脑正式在台湾亮相 那么这里是宏达电的首度从智慧型手机切入了平板电脑的领域 能不能够复制这个HTC手机的传奇备受关注 不过今天这个现场大家都忍不住 把它拿来跟iPad比一比 做一些英文书或者是中文书的都方便的阅读 小小以便从外套口袋拿出来 再放进西装裤口袋全都刚刚好 这就是宏达电第一款平板电脑终于在台湾亮相 这款平板电脑最特别就是有这一支笔 那么我在上面编写按下旁边的录音键 我还可以编录音中天新闻 影音同步并行还可以画素描 强调三天影片甚至手写并录音功能 Flyer影音最全就是要挑战iPad2 来势汹汹的宏达电以七寸小萤幕问世 力拼商务界人士 以Android系统南瓜平板市站龙头 但电池影片播放Flyer只能4小时 iPad2却能有10小时待机时间 后度上苹果iPad28.8公里 比起宏达电却是薄了不少 但价格同样是16GBWi-Fi版 宏达电20,900元 比起苹果贵了5000多元 我讲我们不是去跟现有的频道 电脑去做比较 而是说经过这样两年的演化 把这样比的功能再发展再订阅 星期亮相三大电信一张也全出席 比拼苹果就连星期介绍还有一位 怎么让台下与会人士都觉得有点眼熟 和苹果贾博斯在台上介绍iPad2的画面 好像有点像 这款平板电脑出货量 今年上海200万台 不仅打下韩国三星夺回Android作业平台 实战冠军 为抢实战不仅挑战华硕的变形平板 下半年是否会趁胜追击 提前在苹果iPad3推出新平板 这场商贷似乎还真要太大 终于今晚这次东方说完台北 听见到